我們看到這兩三天,從直播的媒體,全國的人民都看得到 是誰在招他立法院,是誰在提出的法案,有時候提出來還自己的人來反對他 透過直播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 然後是誰讓這些議事人員看到這些案子 一再無理口的寵物表決 所以每一個黨團要怎麼樣來讓議事運作,合乎議事運作的干擾 你們都覺得這個是合理 但是超越了那個界限,那個就是在找他這個議會,找他立法院 我們任何一個時刻包括總預算的協調,從上個月到現在 召集了四五次,國民黨從來沒有一次參加 我們不只找他們的黨團,透過其他的人來拜託 能夠進入到整體的學商,讓大家坐下來,為了這個國家,為了人民 但是國民黨一再就是不願意參與這個學商 政治是不斷的折衷,再不斷的進入到議會來表決 所以我昨天特別講,大家不要學商要依照議事規則都可以 但是議事規則的抗爭還是要有限定 那每一樣事情都學商,那就不必有所謂的表決通過班數 所以一定有沒有辦法學商的,議會是可以學商 但是也不能全部依賴學商,還是要有一定的遊戲規則 讓議事沒有辦法學商的時候可以順利進行 這個才叫一個正常的國會嘛 我希望國民黨,所有黨團成員,所有立委 要弄清楚,想明白 到底國民黨要如何站起來 要如何贏得民心,這是最重要的 假如毫無理性的交流政策 只是讓這個黨往下沈淪 所以朝鮮是一個很重要 這是立法院之前新法規定的 是要增加意識效力,尊重小黨 過去民進黨非常強悍 會用各種手段抗爭 但是第一個,要站在道理上面 要在民意這一邊 第二個,還是要回歸如何打戰的策略 行商就是談判,就是折衷 就是服裝妥協 讓議事能順暢下去 立法院才能夠應轉 把立法院的應轉機制完全破壞 這是大家的責任 那如果待會協調還是不順利的話 我們會提出上回同意 我想這樣子再繼續耗費我們所有的資源的話 我想這個也不是符合國家跟社會的期待 那我們希望待會在協商的過程裡面 大家能夠找出一個共同點出來 那如果再找不出來的話 我們會提出上回同意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